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烽火台 脱口秀演员池子近日被中共全网封杀 据说是因为他前几天在北美的脱口秀巡回演出中 说了这个演出的尺度太大 涉及了很多敏感的话题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到底说了啥 然后有没有可能那么敏感 我们今天请光宇来给我们也解读解读吐吐槽 光宇好 那个池子这个事我特别觉得可笑 我的节目就是 我是我的节目叫新闻脱口秀嘛 对 所以我对脱口秀一直非常关注的这个行业 池子是一个我很早就关注的一个中国内地的脱口秀演员 看过他的演出 看过很早年前他的这个吐槽大会 脱口秀大会 他属于比较敢说的 是比在国内也就比较敢说 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台风 但是他后来跟这个李旦跟这个效果文化就闹掰了嘛 他就离开了效果文化自己开始干了 就是说他在脱口秀这行业蛮长时间了 他看上去很年轻 95后 95后他应该是干了小十年了的高中就开始干这个事 你对他整体什么观感你为什么喜欢他 他是敢脱口秀就得敢说就得敢于冒犯就得敢冲破那个边界 他比大多数就是还能讲的还能在舞台上讲的那些脱口秀演员呢讲的我觉得更犀利 更犀利 那你觉得他这次因为这次全网搜索都还找不着他的视频 不知道他讲了什么 然后现在呢就是从零星的那个来看 当然最火的就是一个留学生啊 这小伙子拍的视频 后来他很喊很冤枉 他说这个都不敢听 但也有的人说说没敏感到什么时候 对就这小伙子说的时候都不敢听 你觉得他有可能到底说了什么 那其实在我们这些在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来讲 这都说太简单的事太正常的事了 就吐槽了我觉得力度完全不够 疫情肯定讲了疫情对吧 他讲涉及到了疫情 他最关键的啊 我看到网上我也没看到他这个现场说了啥 但是我看到网上资料 我觉得他最有可能被封杀的最大的两个段子啊 两个槽点什么呢 一个他说他要送给他的粉丝们十本 这个中国的绝版的中华人民国宪法 绝版宪法什么意思 18年习近平不是改修宪了吗 对对对 18年以前那宪法不就是绝版的吗 这就是影射当皇帝吗 修宪这事 那你这事很敏感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很正常的事吗 其实也是趋利拐弯的敏感 很正常对 这是一个事 再一个他嘲笑了一下 他以这个吐槽大会来类比了一下 马上要召开的全国人大 对据说这个也是他的讲 他说这个全国人大的流程 跟吐槽大会选秀的有内幕啊 什么根本不能举手讲真话呀 就类似吧 做了一些类比 你说这个事 全国人啊 对中共来讲 那么最高权力机构 你怎么能随便来嘲讽他呢 这是我觉得他最 这次这个被封杀最重要的两个点 其他的讲到疫情 讲到新疆 讲到什么吸毒 讲到我觉得那个都好像还OK 而且就是说怎么会不敢听啊 我觉得这位 这位小伙子真的有点夸张 网上有号是肉身在海外 脑袋留在墙内呢 你人都到美国人不敢听的 在加拿大人不敢听的 至于这样吗 这真的是不至于 但是我觉得大陆对他这个封杀有点离谱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这些封杀 百度啊网页 他们是知道了他内容封杀 还是说有人说他们就不知道内容 我先封杀了 然后我就安全起见 我先把他封杀 他们已经敏感到了这个风声鹤唳 大陆现在的言乐环境 已经到了个非常可笑 ridiculous的一个地步了 而且像这种这个大陆出来的演出呢 现场我判断啊 基本上一定会有大使馆的人 或者是带着一些特殊使命的 或者一些特别红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他们要来看一看 这些人从大陆出来 你们都到底说了些什么 你们在海外到底表现怎么样 据说他们这演出还是中宣部 什么大外宣要输出文化输出 对他们这次演出的题目 就叫做文化输出 而且据说主办方申请他们来的演出 这许可呀签证都是以打着 给这个中国大外宣做帮助 做文化输出的名义来申请的 所以现场那些中共的官员 那些会特务吧 大使馆一听 哇你这个说那么敏感呢 他肯定不高兴了 把这些东西上报之后 国内这个这个大外宣的这些媒体 现在一议全都在指责他 吃了怎么怎么着 什么都找不着 全都跳出来 而且还说他辱华 说他怎么打着这个文化输出名义 丢中国人的脸了 讨好外国观众 怎么就讨好外国观众了 说对吧 都是大陆的事 对吧 就讲的都是真实的事吗 我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因为那个小伙子 后来又录个视频 他就说 他就说了一个池子在演出中 说了一句话 我还挺有感触的 他就说呢 他在演出中说 他宁肯做这种80分的脱口秀 也不愿意做50分的脱口秀 我想就指他在国内嘛 所以他说这个 他在这场脱口秀 90%的都是很敏感 国内不能说的 我就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他在国内憋得有多厉害 很憋屈 大多数脱口秀演员都是很憋屈 因为脱口秀是干嘛 脱口秀是冒犯 是冷嘲热讽 是讽刺 是挖苦 你在国内你敢挖苦谁 我们看看最近这个脱口秀大会 这些演员 为什么他第五季了嘛 今天我基本上没怎么看 看了几集我就不看 为什么呢 谁都不敢挖苦 只敢拿自己的相貌来开玩笑 拿自己女朋友开玩笑 拿自个老抱老妈开玩笑 疫情这么大的事 死多少人这么厉害 多少梗 多少段子 共产党这些stupid的这些事 可以编成多少段子 你看前苏联那些段子 多有意思 一个都不能讲 所以脱口秀如果不能挖苦 不能冒犯 不能冷嘲热讽 那不叫脱口秀 中国是没有脱口秀的 不是那就是说前几季还行是吗 第一季第二季凑合 因为还没那么出名 没那么出名 共产党对他的监管力度 就没那么大 越来越大了 看的人越来越多 这季的上一季收视率非常高 这时候共产党一看 你这么大的影响 上季他有一些 请到范志毅 请到范志毅 讲到男族的一些 男族是全中国人的笑话 都不能讲吗 而且讲得非常 我觉得很浅的 点到那么一点点 嘲讽一点 范志毅他又是这个圈定人 圈内的他很知道国族的很多事 讲了一点点 我觉得他真是浮皮潦草 讲到一点 结果那一集 整个不让播出 还剧组 我听说是整个道歉 写检查重新剪辑 才把那后来那集播出去 全剪掉了 播了这么一小段 那他怎么做 他一个季度怎么做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担心 说这个脱口秀继续发展下去 你还能不能做下去 今年应该做第六季了 大家不知道 李旦和效果文化 今年第六季能不能正儿八经的 正常的做出来 即使做 我告诉你不好看 极不好看 因为没东西可以讲 好玩的梗一定是在冲突中 在矛盾中 在大家都特别痛恨的那些社会现象中 才有好梗 早年郭德纲能火 周立波能火 不就是因为抨击真贬实弊 抨击社会这些阴暗面吗 大家才认可觉得好玩吗 你歌功颂德哪有梗啊 春晚为什么不好看 全是歌功颂德 能好看吗 我觉得这些艺人真是挺痛苦的 非常痛苦 就跟记者一样 所以我就劝池子 如果谁认识谁 劝留下留在美国 别回家 这个实际卖国安党 全是好梗 可以联系下方飞 联系下我们 留到我们这就甭走了 你知道吗 对就现在有看有网友说 在那听说 两小时听下来 就感觉说是为他的这个 劳饭钱众仇 你要是回国内 干嘛 你觉得他真的会 我觉得他至少这个career 这个事业没有了 肯定的 就没了 你看看以往 就到此为止 对 你看以往中共对那些 所谓劣迹艺人的这个做法 彻底就消失了 这个人就这个 职业生涯没有了 池子这次肯定呢 他至少回去说 不一定会被他抓起来 但是这个脱口就肯定受不了了 那你说他还能干啥 他干别 他肯定心有不甘呢 说不定还会抓起来呢 我觉得都不能保证 反正对 他肯定是不能再说什么 他再说什么就悬了 或者叫一个三个月再放出来 对 那你说何必呢 甭走了 不 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的人 就是这个 这个胆胆兔兔 这个真的是太怕了 你看他后面不是这种 第三个人是叫什么果果吗 对吧 是本来也要上台 对对对 他是 角角 角角对 叫独角 独角兽什么人 我因为不知道这个人 当时请他 第三个人 对是属于那种暖场嘉宾吧 大家一块凑热浪 一块凑热浪 一块带起这个气氛 因为他算是个网红 对对 这个网红听了池 他一上刚开始都上来露了个脸 好 池子开始讲 带了独角兽的那种东西 听完池子整场 他都不敢上来了 后面还有一个这个联合的现场的一个记者会 他没敢出现 不参加了 他说 我如果一旦继续参加下去 这么待下去 我可能我的这个事业也完了 中国的事干不了了 多可怕 这言论前置 就是中国现在到了这个言论群 到了敏感到已经非常ridiculous 就很可笑的地步了 对啊 我觉得就这个 你说你还能有什么样的事业呢 就好吧 你就你就说你都不敢露面 可是你也没 敏感词满天飞 你在这种言论环境下 在这种言论审查的 前置言论的情况下 他不仅限制艺术创作 限制艺人的表演 限制你的这个各行各业自由的这个发挥 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 是没有创造力的 没有创造力 怎么可能诞生出伟大的优秀的作品 今天那个杜齐峰不也是吗 杜齐峰是参加那个柏林电影节 他是评委之一嘛 他说了一些 我觉得简直是他是憋着 说了一点 一点点 对 他说因为电影是冲到前面的 但是作为集权来讲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封杀电影 所以我们电影怎么知道 他最后特别 我觉得本能的提到了香港 香港他马上又改口 sorry 全世界的人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个什么样的 结果就是因为这么忍着 憋着说出了那么一点点的话 现在杜齐峰在大陆也是 微博被封杀 电影他 接下来九部电影也不能上演了 你说这什么事 就艺术完全被扼杀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 他即使不敢说话 他也谈不上有什么样的事业 即使做 赚点钱 对 就是那种被阉割了一样 整个国家被阉割 你做的什么事情都不是出于本性 我都是仅仅为了生存 我想说的 我想表达的都不敢讲 人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有啥意思 所以我觉得能出来的 能认出来 有才华的导演也好 脱口秀演员赶紧 大家都很多人都劝池子留下来 那你觉得在北美这种华人圈 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个脱口秀的 这么一个土壤呢 其实说起来 但是其实这样 第一个呢 华人呢 这种冒犯的文化 冒犯的这种习惯还没有形成 所以你看啊 在海外这么多华人啊 你真的当着他们的面 我参加过很多场合 这种 我讲一些抨击共产党 但你并没有冒犯 你就说 骂共产党 讲这些段 你在美国 华人社区搞一个什么活动 你骂了一句共产党多正常啊 也不敢听 下面好多人去甚至就会表现出 啊你怎么能讲这个 是吧 那个丢中国人的脸啦 我对我们的领导人不尊敬 零什么岛人不尊敬 是吧 你在美国人 让美国套口秀骂总统 太正常了吗 拿总统当梗 是一个 所有人都会拿他当梗的事 在中国华人圈里 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第一要教育华人 第二呢 华人这个 听脱口秀还没有养成 不像美国人 听到酒吧 听 叫comedy stand comedy stand comedy 对就单人就是单口相是吧 这是美国人的一个一个人化习俗 中国还没有 所以慢慢需要培养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思想上的 还是得需要更转变 然后更包容 更开放一点 不然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appreciate这种艺术形式 对 所以有这个问题 对应该冒犯 我记得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脱口秀演员 他是被称为脱口秀鼻祖吧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脱口秀演员要做什么呢 要做的就是找到边界并且冲破它 你找到边界要冒犯它 他这个意思不是说冒犯你个人啊 拿你一个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要冲破政治上的封锁 言论上的封锁 社会现象你对它的不满呢 以及你感受到来自政治方面压力 来自这个权贵的压力啊 你感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冲破它 拿他们来开玩笑 拿他们来做段子 来做梗 来吐槽 这才是脱口秀的生命力之所在 没有这一些就谈不上脱口秀 就是他的定位啊 他本质就是要来去 去跟这个现成的东西 来做一个通状嘛 对 你看每年这个美国总统的 白宫记者会上 总统亲自讲断 没错 总统拿自个儿开玩笑 多有意思 这就是正常的人类社会 应该有的状态 在中国简直就是 你让习近平是吧 你不是开玩笑吗 那光宇 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 这个脱口秀的人 演员大陆啊 对对对 哎呀 我说不上喜欢了 因为大陆这脱口秀 他们第一没有表现出那种 他也不敢了 但你要说的话呢 这两季脱口秀 这个女演员叫杨丽 有一个第三季爆红的 她呢是这个 以中国男权社会吧 她讽刺一下男权社会 结果爆红 杨丽的段子那一季 很很好看 但后来就不好看了 后来也是 第三季 第三季她是她最好的 大家可以听听 之后她就不敢再说什么 还有一个叫王勉 那是第四季的吧 我记得第三季 第四季的冠军 她是边唱边谈边讲第三季的冠军 对 其实这种脱口秀的形式在中国也很新是不是 比较新 音乐脱口秀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脱口秀 但是它这种表演方式挺有意思 而且哽也很好玩 你要说中国脱口秀有什么非常杰出的人才 so far没有 因为这种环境不可能 不可能诞生真正好的脱口秀演员 西方就是另一把事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 我觉得中国从民间 当然老百姓 我觉得大家应该转换一下思路 特别是人已经出来到海外的中国朋友 应该习惯一下被冒犯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人类社会应该有的东西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一些优秀的艺人也好 或者演艺人员 像池子 像关羽 像你 其实可以开始引领一下 在海外华人这种脱口秀的风潮 有没有想过 我自己做这个节目 行至少点 我知道这个新闻脱口秀 我其实也是有一点 当然了 脱口秀其实是个非常需要花时间 去静下心来去写稿子的 你要看到生活中那些痛点 找到那个槽点 并且能够很敏锐地把它变成 你很有意思的语言 把它组织出来 这需要花时间 就是你西向怒骂中 其实你背后是一个很严肃的很多思考 其实是对 其实是你对社会的思考 对人生的思考 对这个社会制度的思考 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它需要很多思考 它可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低智商 或者说它其实智商的含量是很高的 那你觉得还需要具备什么素质呢 脱口秀演员 脱口秀演员需要具备的观察 语言组织能力 当然这肯定了 表演能力 还得对这个 还有敢于冲破翻离的这种勇气 他敢于去刺痛别人 敢于去刺 因为你嘲讽就会嘲讽到一部分人 你要去敢于冲 就是去冲撞他们 我觉得性格中可能也要有一点点这个东西 就比如说那个小伙子说池子 他说他是一个愤怒的九五号 对 得有愤怒 得有这种记得如愁 或者看的什么东西 特别就想说这种这种 得有一些愤怒 得有一些这个勇气 胆量吧 得点胆子吧 你这光讲个 讲笑话谁都能讲 但是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是 各方面的磨练和这个素质 对 有一定的天赋 好 光于就希望你下面来引领一下吧 我肯定是 考虑考虑 对 我希望吧 这个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 觉得自己有这方面才能的 可以给我们留言啊 写信啊 是吧 我们看看 将来看有这样的机缘吧 对 给光于这个新闻最差点留一留言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 共产党要一旦倒了 这个再吐槽就晚了 对 这个像池子这样的 比较优秀的这个脱口秀人员 我觉得可能出来多一点比较好 在那边我觉得 谈不上什么事业 而且中国经济这么差 你再赚的钱 到时候银行取不出来 对 你有什么用 对 没戏 中国这个 哎呀真的是 很大的问题 哎好吧 我们希望池子能够这个 这个还是能够演艺事业 能够在另外一个自由的土地上 拓展现天空 对对对 有所 就像一上窗户关上了 另外一个世界打开 另外一个门打开 是 好 那非常感谢光于 今天来给我们来吐槽 这个被封杀 这么一个事情 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 那这一期风火台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好 再见 再见